今天年底大家就在討論說 你分紅拿多少啊 你的年終拿多少 那網路上面最近曝光的是 台積電的分紅數字 說換算下來一年 他們領的是至少是41個月的薪資 網友們好羨慕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員工的人士 在PTT上面 公布了一個神秘數字 寫下31 1.6Y 3.4M 那換算其實解讀出來 這31指的是工程師的直等 31是工程師 32是資深工程師 33是主任工程師 是一個直等的排行 那1.6Y就是他的年資 3.4M就是分紅獎金3.4個月 那台積電的分紅獎金是怎麼分呢 他們是分兩年來領 會在2月5月8月11月 這四個月各領1分之1 然後剩下的4分之4 會在隔年的股東會來領出來 那依照網友所透露 這樣子的一個神秘數字 換算下來 他們一年分紅 再加上他們的月薪還有年中 大概就是至少40個月以上 網友說好羨慕 領這麼多 那其實工程師的工作 也是蠻辛苦的 工時也很長 所以雖然有好的薪水 但是工作也是有辛苦的一面 但先前台今天還釋出了一個消息 是他們調薪20% 大家也說好羨慕 但是知情人士內部的員工就說 其實這暗藏話術 他們只是把這個分紅列為底薪 所以總額並沒有增加 這樣子的調薪 他們說只是假象 什麼事情民眾好羨慕 就是因為台積電年終分紅 近高達41個月 這是他們的反應 他們的經營績效 希望自己的公司有什麼大精神 我覺得每個公司的情況不一樣 不能這樣子 一味的要求勞方或是資方這樣子 網友在PTT項頭發文 打出一連串神秘數字 知情人士解密 31是台積電工程師值等 1.6Y表示年資 3.4M則是可以拿到3.4個月獎金分紅 台積電員工每年可以拿到12個月本薪 再加上兩個月年終獎金 外加獎金分紅 獎金部分台積電分紅 共有8次 每年2月5月8月11月 各領8分之一 剩下的8分之四 則是會在隔年股東會後領 等於最少有41個月薪水 進口袋 現在整個國內的一個半導體 因為它是一個龍頭的一個業者 那今年的業績的表現呢 就是最為突出的一個一家公司 整個半導體業其實在今年的表現呢 也是非常好 至少就產值的一個部分 今年將會強勁的成長 將近兩成 而且在這個整體的一個產值規模 也會創下歷史新高 台積電前景看好 11月中才宣布 調薪幅度高達20% 約有5萬名員工受惠 如今又傳出員工可以拿到分紅 讓民眾直呼 好羨慕 而且連是接獲了勞動部的檢舉 說勞動基金運用局的前國內投資組 組長尤乃文 跟他的妻子涉嫌接受了 股市金主的高價餐飲招待 然後呢 再動用了勞動基金 買進了特地公司的股票 藉此炒股 而且是土地特定人士 而且他們每個月的信用卡花費 都超過他們的月薪十萬塊 同時名下還有九百多萬元的不明財產 簡連是以貪污以及違反卷交法等罪 約談夫妻盜案 那順後太太是吳寶請回 而尤乃文則是遭到深壓境界 手持牛皮紙袋幫忙遮臉還一邊大喊 企圖阻擋媒體拍攝 躲在廉政官旁的成姓女子被指控 和任職勞動部的丈夫 拿攸關勞工血汗前的勞動基金 下單炒作特定公司股價 廉政官移開車到柵欄 銀色車輛直開北檢大門口 戴眼鏡黑口罩穿赤衫的男子 就是勞動基金運用局前國內投資組組長 尤乃文下車後他完全不配合防疫措施 不良體溫在廉政官的陪同下 快步走近罰警示 種種貨航讓人質疑廉政署 是不是有特殊待遇 簡連接貨勞動部局報 今年8月尤乃文和身為家庭主婦的妻子 涉嫌接受股市金主的高級餐飲招待 對方委託他用勞動基金賬戶持續掛單 買進特定公司的股票 及拉高微買價格 藉此操縱特定公司股價 早認定涉嫌勾結股市金主 事發後尤乃文被降調非主管職 儘候調查 詭異的是他申請要在12月退休 據了解他在接受偵訊時 時口否認有損害勞動基金和勞工權益 簡連也查出 尤乃文每個月都花超過薪水10萬的一倍 每個月透支 名下竟然還有900多萬不明財產 全案將潮貪污及違反政交法等罪嫌偵辦 有關全國勞工權益的勞動基金 疑似被拿來私人投資炒股 接連不敢大意 好好調查 要維護勞工權益 記者 中報告